那旁边这栋百年民宅 它呢其实是一点 有一点洋式风格的建筑 但是不敌7.6级的强征 目前整个已经倒塌 而且倒塌的情况呢 不止原本的门窗啊 或者是它的建物上面的柱子 也一旁停在旁边的车辆 也因为这栋建筑倒塌 现在已经变成了废铁 这辆车现在就埋在这个瓦砾堆当中 古色古香的老建筑 几乎看不出原本样貌 民宅也倒塌木材散落一地 住户一家人忙着收拾 带着简单的衣物 现阶段只能住在避难所 这里是南丹半岛中央 石川县北部的七尾市 非常接近正央 强政后根据MHK报道 至少有五人不幸罹难 东西文团队从金泽车站 北上独家进到灾区 看到对面 对面其实是一栋药局 这栋药局其实原本是一个 两层楼的建物 你看它现在已经塌下 变成一层楼 旁边四层楼高的建物 看起来也已经严重歪斜 这个情况其实目前在七尾市 这里相当常见 除了建筑物毁损 地砖破裂 道路也出现裂痕 以及高低不平的状况 由于七尾市最有特色的 除了海鲜之外就是温泉 一场强政对旅游业也带来不少影响 东西文陈上宇 张一辰在日本七尾市报道